大家好,我是小宁 这个个个晶莹剔透,要留蜜的苹果盖,你馋了吗? 和之前分享的红薯盖一样,都是纯天然的美食 软筋软筋的,特别好吃 我呢,买的是这种超市搞活动的大苹果,两块多一斤 这样做起来不会浪费 先呢,给它清洗干净以后,刮掉外皮 然后改刀切成这样滚刀块的形状,去掉糊的部分 表面呢,不要带着皮 也要有一定的厚度,这样晒出来呢,中间才不会发硬 不需要清洗,直接把它放到阳光下 最好是通风的地方 实在不行,就放到烘干机中 过一天的时间 第二天我们看一下,苹果呢,已经明显的变小了 中间呢,还是这种软软的,表皮呢,已经干掉了 如果一天的时间不够,你也可以晒上两天 然后把它放到蒸笼中 蒸半个小时的时间 时间到我们打开看一下 颜色呢,变成这种微微变黄 说明呢,就已经蒸透了 把它继续放到晾网上 继续晾晒 阳光可以让苹果中的果糖变成非常漂亮的颜色 现在看一下 已经呢,表面又晒干了 又是一天的时间 中间依然是这种比较软的状态 咱们这次继续上锅蒸 这一次呢,依然是蒸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但是也要来看苹果的状态 这一遍呢,一定要蒸到苹果变红 变成半透明色 打开看了一下,状态不太好 我又继继继继继续蒸了15分钟 可以明显看到两次蒸制的区别 继续晾晒 直到它变成这样晶莹剔透的状态 现在这个苹果干呢,就已经晒好了 有一点流蜜的感觉 整个都是晶莹剔透的 而且中间呢,不会发软 但是呢,也不硬 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 可以长口室温放 如果做的很多 就把它放到密封袋中冰箱冷冻保存 如果冷藏长时间存放了 是容易变质的 打开看一下 里面全部是这种透明的颜色 这个苹果干强烈建议你一次多晒上几斤 不然真的不够吃 跟着我的视频帮你一次成功 赶紧试试吧